韩国瑜竞选总部新任发言人何庭欢 连夜南下高雄第一天上班 赶紧跟南部媒体先熟悉熟悉 目前是希望说就来这边学习 然后跟就是各位前辈先进请义 虽然竞选总部还没正式成立 但团队已经逐渐成行 被视为王金平子弟兵的前立委林国正 接任执行长操盘2020 有机会促成韩王见面吗 敏感的问题林国正直接交给最美发言人 国王这部分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达成团结的这个目的 因为就是市长也有讲说 就是不管是郭董还是王院长 都是国民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30岁的何庭欢是大毕业之后 曾经担任广播财经记者 2014年采访柯文哲 当时下跪收音一炮成名 更被封为下跪主播 去年新婚现在南北跑 未来可能会在高雄赞助 他对于我这个决定他也是支持 就是要善用女性温柔特质做好双向沟通 如今韩国瑜竞选团队在天心血 是乔英吗 谢谢 面对镜头低调到不行 前主播白乔英 五号以接要秘书的身份 向高雄市新闻局报道 主要负责市府新闻幕后工作 婚后他搬到高雄 深深感受到高雄是个好地方 不该被政治口水淹没 才决定加入市府团队 明年我们一起歼灭民进党好不好 美女军团不能忘的还有最美丽为许淑华 确定出任韩国瑜竞选总部副执行长 作战台北 4号她的脸书晒照铜框何庭欢 网友大赞真的是梦幻组合 而美丽外表落落大方的韩冰 更是爸爸的超级西票街 竞选团队大打美女牌 除了吸引年轻选票 也期盼为大选带来新气象 记者综合报道